榴莲 哈喽大家好 我是榴莲哥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榴莲的品种 在马来西亚 榴莲的品种非常的多 最少有几百种以上 其中人家最喜爱的一个榴莲品种 就是第197 猫山王榴莲 我说猫山王榴莲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也吃过 但是泰国的猫山王榴莲 你吃过吗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泰国的猫山王榴莲 还有两种不一样的榴莲 第一种榴莲就是金枕头 第二种是托曼尼 第三种叫藏饼 藏饼呢我们附近话叫藏饼 哈喽还比较藏饼 也有人叫做杆甲 等一下我们就过去看看 这次我一下买了三个榴莲 一个就是我们普遍吃了比较多的 金枕头 一个是托曼尼 在市场里面大家称它为猫山王 这样都可以啊 所以我榴莲哥说 还有很多人 对榴莲的品种啊 是不大认识的 所以 要多看我的视频哦 你这样才不会给人家 变吗 yes this is an good idea 阿拉玛 这里榴莲已经开了 必要有一个米索 那个猴子 一个公公 汤 哇 哇 厉害啊 用秋分的贵哦 厉害厉害 这里还有一房呢 这房小一点 嗯 金枕头 果肉 非常的多 蛮大力的哦 哇 辣类庞杀 哇 哎呦妈 好痛啊 可以也可以可以 六房 六房肉 嗯 嗯 可很薄的 对 等等等等 还另外一个吧 我们现在来吃这个托曼尼啊 也就是 所谓的 泰国猫山王 来 这就是 人家所谓的 泰国猫山王 有没有像叻 见仁见智叻 哦 颜色好黄啊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有一点烂吗 果河 哦 颜色跟猫山王很像 嗯 好黄啊 他什么 看你看看 看他的肉 像不像 但出入率真的是不高 哈哈 嗯 因为他的果形不是很好 他有些果形好的辣 呃 就没熟 嗯 哦 看起来 还有一点 我上次拍的 88名种榴莲 记得 看回去我的视频 也知道 哦 不错啊 这个好黄啊 哎呦 这样的榴莲也叫 猫山王 不大像耶 很大 因为摸上去啊 先是软 然后就硬了 看 没吃过尝一看 闻这味道还是挺浓郁的 甜 看到没 这么小小的一个 果河这么大一个 就果然就比金枕头 要更香甜 更软弱一点 就是这样子 金枕头熟到 越熟啊 它会稀烂 它这个越熟啊 越甜 它的产量好像就是 每年只有 四到五月吧 嗯 就产量很少 有些人吃了这个 托马尼之后 就不吃金枕头了 但我觉得 哎 金枕头也很好吃 但它这个味道 是最接近于 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了 好了 现在菜这个 长饼榴梁 长饼榴梁 确实我以前都没听到过 这个就是叫 长饼榴梁 长饼榴梁 这种榴梁 这种榴梁呢 它太快了 但是菜马来西亚的 不同的味道 四十块 一斤 那边跳一斤 就是大概五百克 我之前看店家开的时候 也是挺难掰的 它熟应该是熟的 盒子吗 这个皮这么大 这么厚一个 今天是真的徒手扒榴梁 没有女生干不了的事 我也得吃 哇塞 他开榴梁的表情哦 白灯啊 结鬼白冰灯啊 哎 这个就笑了 先吃吧 先吃吧 去了 哇 我这些 幸福都够死了 来 给大家知道一下 现在金枕头 是一斤二十块 托巴尼一斤三十块 这个 呃 长饼一斤四十块 最贵啦 我这边卖 有四十块吗 没有啊 好 买到中国去就行了 长饼是四十块钱一斤 这个颜色真的好像猫山王 就之前在马来西亚吃个新鲜的鸡 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在网 就是国内买到那种冷冻的 嗯 那也是这样子 慌慌的 如果担心榴梁吃太多 上火怎么办 我有办法 等一下 看榴梁壳里面倒一点水 或者你可以再放一点点盐 放置一会儿再把它喝掉 就可以下火 yes this is a good idea yes you are right this is a good idea 哇 榴梁壳啊 兴起可以speech 张克里斯了啦 没关系啦 我们活到了 学到了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朋友告诉我们的 去那边吃榴梿 是在一个榴梿摊上面 坐着个小板凳那里吃的 然后会放一瓶水 然后倒在这里面 那我的建议是 要放点盐 放手指搅一搅 把它纤维弄出来 和纤维一起喝下去 那效果会非常的好 不然的话你只是喝到一个水面的 和盐水而已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把手指放去搅一搅 那流喝到真正的榴梿 下火水 你讲对不对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是在马来西亚学的 但是学了回去用就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很震撼的 所以马来西亚加油哦 各位朋友 要学怎样认识榴梿品种呢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我会慢慢教大家 一个一个的榴梿怎么去辨认 当然 我们要等榴梿季节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拍嘛 现在没有榴梿季节 好 我就在这边拿一些别人的视频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当然 我们讲解 纯述个人意见 所以 也要希望大家 也希望各位网友多多的支持 给我按赞分享订阅好不好 给我更加油加力 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给大家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